真实情况就是 这就是一个骗局了 安徽诈骗教父敛财 700亿把公司当做后宫 在缅北组建私人武装 他凭什么这么狂 他是庞氏骗局的典型代表 他制造的电信诈骗案件 至今仍使90万中国人 在噩梦中挣扎 他搞起诈骗来 连亲朋好友都不放过 疯狂拉拢 连国家社会都被他蒙蔽 从蹦步到缅甸 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小到几十块 大到几千亿 都在他的敛财范围内 他就是丁宁 可以说是电信诈骗的教父 他究竟是如何骗到这么多钱的呢 他的最终结果如何 这里是脑洞研究社 我是社长 新来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评论下关注 19世纪的美国 曾发生过一起著名的骗局 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的 查尔斯庞兹策划了一场骗局 在美国被称为庞氏骗局 他向投资者承诺 会有很高的收益 让他们获利 庞氏骗局俗称空手套白狼 又叫拆东墙补西墙 丁宁脸才700亿 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丁宁生于安徽蹦步 他的父母开着一家小作厂 在当地算是小康家庭之上 丁宁的父母觉得 儿子迟早会成为家族产业的继承人 所以对丁宁的学习成绩 没有太严格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 丁宁把心思都放在玩耍上 学习成绩十分不好 好不容易考上了 安徽公奥职业学院 但他私下里烟酒都来 很快瞒着父母偷偷退学了 从中专退学后 丁宁就进了自家的所厂 前后不过两年的时间 他就从一名销售员 变成了一名厂长 本来20岁出头的他 前途一片大好 但一租宝的兴起 让丁宁的人生发生了转折 区区一个中专生 却能将90万人骗的团团转 为何他能骗到这么多人 2014年年初 丁宁认识了刘法硕士张敏 两人不但达成了商业上的合作伙伴 更是成了情人关系 但这段关系是地下的 在丁宁的追求下 邓哲华为上亿元给张敏买礼物 金钱的力量直接征服了张敏 而后张敏在丁宁后来的 职业生涯当中 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后来丁宁成立一租宝 他凭借着自己高超的财商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企业 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商 为他提供大量的资金 一年之内就敛财700多亿 至于为何有人相信他 那还要归功于丁宁的包装艺术 首先丁宁花大价钱 给自己立人设 比如专家教授硕士 甚至是博士的人设 然后又在各个电视频道上 连续砸下了数亿的广告 将一租宝吹上了天 并许诺了9%到14%的利息 这个利息可比存入银行要高得多 关键大多数人都觉得 这个利息比较靠谱 除此之外 丁宁还花大价钱 在国内开设分店 每一家分店地址 都选在豪华的闹市区 装饰的金币辉煌 气势辉煌 如果是普通人看到 这么一家豪华的公司 一定会被镇住 甚至还觉得 这家公司一定很有实力 另外丁宁招聘的工作者 有没有能力不重要 只要有颜值就能拿到高薪 其实丁宁就是想 借着他们的美貌 来包装自己的公司 顺便满足一下 他的个人欲望 那些招聘进来的女生 明面上是员工 实则是丁宁的地下行人 很显然 公司已经成了丁宁的后宫 他们之所以愿意跟着丁宁 就是因为他出手大方 一租宝公司的员工 不但薪水很高 而且每天都要穿名牌 背名包 他一个人就把奢侈品品牌 给你买空了 那他是怎么被抓的呢 在国内连财700亿的丁宁 他最后是如何落网呢 丁宁的身价越来越高 他的雄心壮志也越来越大 根据计算 丁宁每月的开销就是20亿 一年下来就是380亿 这些钱 他全用在地下情人身上 但丁宁很清楚 当对付危机迫在眉睫时 他的骗局迟早会被揭穿 所以他重新制定了计划 打算去缅甸北部 准备带着一大笔钱 远走高飞 缅北常年都是军阀割据 政治混乱 没有法律 没有政府 也没有警察 一切都是用拳头和实力来说话 所以丁宁先是向地方政府 投了10亿美金 获得政府的支持后 再让心腹手下 拿出20亿美金 在缅北开设了一个银行 暂时站稳了脚跟 接下来这名心腹 又按照丁宁的吩咐 开始招募人手 组建起一只私人武装 同时大量采购军械 用来自保 直到2015年底 一些投资人才意识到 一足保这个平台出了问题 资金无法取出 于是纷纷找丁宁询问原因 得到的答复却是 资金正在周转中 用不了多久 就会返还给投资人 投资人们只能焦急的等待 可丁宁却很清楚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此举不过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好让自己有机会逃走 然而就在丁宁 忙着转移财产的时候 警察突然冲了进来 打了个丁宁 措手不及 只可惜丁宁虽然被警察抓了进来 但想要找回他花出去的钱 却十分困难 直到2017年他被判无期徒刑 而他的红颜知己张敏 也没有逃过一劫 被判处了15年的有期徒刑 这个判决属实是大快人心 只是那些被骗的人 钱拿了嘴票还得不到补偿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 一定要提高警惕 千万不要被人骗了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观点